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刚刚把我的部分兰花搬到院子里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打算把它们留在室外 而是想趁着今天天气暖和 给这些兰花洗个澡 在过去的半年里 这些兰花一直待在室内 我采用的浇水方式是泡盆的方式 而且冬天的管理比较偏干 一般一两周十天才会泡一次水 那它的叶子完全就没有冲洗过 避免不了会有一些尘土 甚至有一些虫子 虫子有可能会长红蜘蛛 我以前数年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兰花有红蜘蛛 但是最近我真的发现有红蜘蛛 尤其是其中的一颗锦花蓝 还好是这颗最小的 我那天发现以后 我就把它在水龙头下面冲洗过了 而且情况不是很严重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 之前有几片叶子情况比较严重 我已经全部都摘掉了 我说的严重其实并不算严重 你怎么样检查是不是有红蜘蛛呢 如果叶子的背面似乎是有一点点发白 那现在我这个已经看不出来了 因为我把情况严重的叶子摘掉了 另外呢 我冲洗过 还有用wipes擦过 现在呢 基本上呢 是看不到了 我发现这株有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其他的呢 它附近的呢 全部用那个wipes擦了一遍 情况呢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有那么一点点 那你怎么知道有红蜘蛛呢 就是用湿巾呢 把它的叶子呢 挨着擦一遍 假如你看到那个湿巾上面呢 有一点点发黄 有一点点orange橙色 或者发一点点红 都是有红蜘蛛的迹象 幸好呢 我的并不严重 红蜘蛛呢 就是在干燥的环境里呢 才会有 所以的话呢 把它们进行冲洗 情况就会好很多 你连着冲几次 就没有了 所以的话呢 夏天 一定要经常的冲洗 我是每天都冲的 过去的几年 我从来没有发现红蜘蛛 今年有一点 应该可能是从 外面的花圃啊 买花带回来的 那我现在呢 就打算呢 给这些呢 做一个冲洗 我呢 就是用水龙头呢 直接冲 尤其呢 是花的背面 叶子的背面 特别容易有 虫子 假如有虫子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在背面的 那冲呢 要冲得很彻底 很干净 正面 侧面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全部都要冲 像这个锦花栏呢 尤其是带花的 所有的带花的呢 都不要这样冲洗 因为这朵花呢 已经开了有一阵子 很久了 已经有点变颜色了 我也不打算留着它了 所以的话呢 才会这样冲 要特别仔细 植物其实呢 是 很tough的 它不怕你这样冲的 从上至下 由头至脚 我都仔仔细细的 冲洗了一遍 它们现在呢 应该是很开心了 今天晚上的温度呢 应该还是在10度以上 所以呢 今晚我就把它们 留在外面 让它们自然干燥 明天早上呢 我就会把它们 搬到室内了 因为明天呢 就会降温 希望天气呢 快快暖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所有的兰花呢 都可以享受 每天的这个 luxury shower 我真的是有点 迫不及待了